再来我们看下面这个 当凭新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凭 这是在任何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 你新地凭了世界就平了 世界就平等了 新地要什么时候凭 你正法身的时候破一凭根本无名 分正一分法身 你就能够见到清净法身后 那世界就一切皆凭 这个是出自以任言经见无地大源通 当时经文上是这样说 此地菩萨既从做起 顶礼佛者而不佛缘 我恋往昔普光如来 出现一世我为比丘 常以一切要入金口 田地显爱有不如法 皇审车马 我接平田 或坐桥梁或护杀毒 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一世 或有众生以环慧处 要人请勿 我先为情 自其所欲放物 既行不起其子 毗受福我献在事实 事都饥荒我为妇人 无问眼镜 为其一前 或有戳牛 我被以献逆 我有神力为其推伦拔起苦恼 使国大王严佛设斋 我以耳时平地带走 毗塞如来磨顶为我当品心地 则世界地一切皆平 这是讲慈地菩萨 他在皮受佛的时候 在皮受佛如来的时候 他怎么去修六度问恨 圆满功德的一个过程 慈地菩萨刚开始怎么修呢 慈地菩萨刚开始修的时候 他在 他当时有一尊佛叫普光如来的时候 那时候慈地菩萨是 他是当时是 视线是一位比丘 他怎么去修福 怎么去修理他 他在一切重要道路的路口 或者那个地方 填地险碍 就是那个地方路很狭窄 很危险 有不好的地方 会妨碍车马 车辆经过 他都把它填平 这有点像我们台湾有个嘉义行善团 他们就是发心 全台湾走透透 哪个地方的柏油路 有凹陷的地方 有塌方的地方 他们就去铺柏油路 这台湾嘉义行善团 很特殊的一个行善团体 然后没有桥梁或是台风来大水来断掉的桥梁 他们都去铺桥照路 很像这个慈地菩萨在普光如来 那个时候所做的 那时候慈地菩萨是作为一个比丘 那个路如果很危险 他就把它铺好 让那个车马能够通过 或者他去坐一座桥梁 或者他去背沙土 把它填平 他这样勤苦的修行 经过无量佛出现一次 或者有人在这一次要扛东西的时候 他就帮他们拿 帮他们运送 而且不论眼镜只拿一毛钱 围起一钱 或者有车牛陷下去的 他就用神力帮他推 让他不会有苦恼 那时候在菩萨复活的时候 有国王他受灾供佛 那么那时候 他死地菩萨在那一次的时候 他又出现了 菩萨如来又摩顶 跟他受祭 他说 当品心地 所世界地一切皆别 那么当时这个 慈禧菩萨 我既心开见身为尘 以照之类 他说什么 他心开意解 所有为尘等无差别 为尘自信不相触谋 乃至以刀兵义无所处 他当时正无身华人 他当时正无身华人 我先正名而为尚所 佛问言通 我以帝观 生戒二臣等无差别 本如来藏 虚妄花臣 臣消致源 臣无上道 实为第一 这是讲慈禧菩萨 他怎么成佛 好